大家好,歡迎來到我們逆更頻道 今集就打算和大家逛逛十月初五街那邊 現在我在十六湖外邊 在外邊看看 賭場那邊其實你看到本地場應該都OK的 這些中午時間還有人排隊進去的 你看前邊 這個門口 進去的人不少 本地場應該很旺,就分別人生意 你看一路有人進去的 現在不看一會,也有十幾個人進去了 可能走過路過都來倒兩手 再看一會,還有的 出入的人也不少 看完門口的狀況 我們就去對面網路看看 現在是下午兩點多了,都幾十車了 現在是下午兩點多了,都幾十車了 這四個人多了,都幾十車了 好 好 好 这边直行就是10月15号街的了 这边直行就是10月15号街的了 由康公廟那邊走過去 在康公廟前走過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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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已經完成了 我記得是做了大概一個月 那時是兩邊街都放滿了 整條街兩邊都放滿了 但我今年沒有去 好 出去吧 前面十月初五街 我們就來走一走 在康公廟前走過去 因為這道路比較窄 所以在康公廟前走 都要好小心 因為那些車位後邊過來 你沒有看清楚 就會很容易 那些車或是自家車 必起或者撞你 太多靠近發現 這邊的話還是康公寺的地方 其實大廈都比較矮的 通常都是五樓、五層、四、五、六層 就是這樣 一眼看過去就沒什麼高樓大廈 上方在高樓上而言 上方向大廈都成為下奔 上方向大廈 上方向大廈可 上方向大廈最多的 講不講了 在前方走到沙頭那邊 再往前走到沙頭那邊 這個範圍的範圍也很大 這間店是賣彈克的 這間店是賣彈克的 聽說是挺好吃的 現在很多人排隊 剛才出來的人也是拿著彈克盒 我看他也是賣彈克的 真的不好吃 繼續走 繼續走前線 但你見到店鋪很多都倒閉了 現在這裡 音響店應該沒有收拾 但前面貼了東西 應該就是收拾了 都不少 還有這邊有個不好的地方 有什麼不好呢 就是他水浸會浸得到 因為他水浸浸得到的話 其實這個地方是沒有什麼價值的 基本上你這間店水浸浸得到就是廢了 為什麼廢呢 每天你浸一次 你還要做什麼生意呢 你的東西都被他浸掉了 除非你這些東西浸完都還可以用 你現在少少地 你打個風 浸到上宿頭哥都是很閒的事 澳門 所以他就說這一區如果是水浸 就等於是沒有什麼價值 還有一個問題 不是說你把我防水閘就可以 有時候你把我防水閘 它那個水浸上來 你可能降到裡面的水 或者降到部分的水 但是你廁所會穀水上來 你那些叫海水道管 你滾些水上來 然後你的防水閘 又是擋住所有水 那就是說你整個都是屎水 很多的情況 你看這裡又是了 又撿了一間了 剛才一路過來 其實也有很多庫務開的 這間也是 兩個仔的 摸摸摸山 為什麼兩個摸摸 我看店鋪都轉手轉得很快 店鋪都轉過下手 現在不太容易做 新開店做生意 現在我們走上八甲橋那邊 有時候沒點了 那邊有很多人 你不太多人 在那邊有很多人 你不太多人 你不太過了 你不太過了 在那邊有很多人 你不太過了 是誰不太過了 你不太過了 都好像剛才所說的路窄 所以在這裡走可以很小心 整天看車子會不會特別驕出 看這邊有什麼鋪在這裏 我都有一段時間沒過來這裏 這條街的蟹都很安靜 在這裏 好 繼續走 什麼嘛? 不行啦 為什麼要害怕的 不行 不行 可能時間都中了,現在兩點多 今天這條街是挺安靜的 這邊走上去就會到八甲柴,左手邊 裡面是甚麼來的呢?我還沒走過,過去看看 哇,多有趣,連這個氣窗也要製造防水閘 哇,這裡可以走出去的 現在正在上去八甲柴那邊 在那裡,好嗎? 在那邊,好嗎? 在那裡,好嗎? 在那裡,好嗎? 剛才有走到 看看聚集的人多不多 現在是下午幾點呢? 現在是下午兩年半左右 這邊到還好就不算太多人 估計放學時段應該會坐滿了 還有一些奇妮王們開戰 來到百甲茶公園 現在看一看不算太多人 可能睡著睡覺 走兩下我也想睡冷覺 今集就由十月初五街走上八甲茶 跟大家周圍走一下 叫做輕鬆一點 今集就跟大家看到這裡 大家如果下集想我帶大家去其他地方 如果有什麼地方想去的話 就在下面留言 我們下集再見 拜拜